女排是锦赛复赛进入到倒数第二个比赛日,已经没有出现机会的土耳其女排3比1,击败了同样被淘汰的阿塞拜江女排。 这场荣誉之战,阿塞拜江女排有一次选择了雪藏核心球员,此一阿塞拜江的两大核心拉伊莫娃与护兰,一个只打了第一局就休息了,另一个甚至没上场。 这一幕还出现在他们对阵意大利的比赛中,当时拉伊莫娃与护兰都没有出场,结果到了与中国队的比赛,两人休息好了后生龙活虎,给中国队制造了一点点麻烦。 两人一共拿下了19分,不知道是没有出现机会后彻底练兵,还是两人打中国队太累了。 这对决土耳其又休息了,这一幕不得不说,阿塞拜江还真不是为了好成绩,因为如果是全力冲击排名,每场比赛全力以赴,这两位核心球员,尤其是队内唯一顶级攻守拉伊莫娃不出场,你如何能赢球? 那么问题就来了,为什么只有对阵中国女排全力出展?对阵意大利与土耳其,都是半放弃的状态,如果说此番出局,让主力休息可以理解。 但对阵意大利女排直接放弃,就让人很难理解了,难道意大利强大到直接让一支有着六强希望的球队撒钱就直接放弃? 对阵意大利对着阿塞拜江之后,郎平在记者的追问,下非常严肃表示,不知道谁让谁,这话听上去是说给意大利,美国听的。 但是,阿塞拜江如此郭注一致打中国女排,必定也让郎平流火,郎平感觉备合力,真对或许不是假的。 到目前为止,郎平都不敢让朱平休息,原因在于最弱的队伍,打中国女排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,或许,这就是强者的局面吧,谁叫咱们上郡冠军了。